字幕提供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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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和社长 李文黄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西方现在的标准很大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他做了一个新的标准 就是那些错误讯息 究竟什么是错误讯息呢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让他进入了一个清单 就是一个散播错误讯息的团体 亲中国的 散播错误讯息团体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研究人员 他就 搞了一个说 这是虚假讯息 往下来的 就把中国 政府的信息 推送到国外 现在社交媒体公司 很脅力地阻止这些团体 但是这个网络也继续 选择这样 就是这么说 现在他们就说 否认新疆侵犯人权 已经是假消息了 有没有搞错 事实上真的没有 事实上真的没有 新疆人权被侵犯 是不是呢 如果对新疆有些了解的人 就知道 新疆为什么会管得盐呢 其实不是因为要侵犯人权 而去侵犯人权 你说是不是真的有侵犯人权呢 现在人们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 身份证要随时拿出来 那些 随时拿出身份证 我自己就不觉得是侵犯人权的 你觉得是 大家的标准是不同的 还有 有很多天眼 你觉得是侵犯人权 我觉得不是 因为你说的 侵犯人权 其实有一个标准问题 好了 全部都放在天眼 你就说 看天眼是侵犯人权 我说不是 看天眼是 保障一般人的权益 对不对 知不知道新疆地区 在九十年代 有多少恐怖襲击事件 九十年代到 其实到现在还是还有的 所以才要管得严谨 没有办法 有个风险 有个风险 其实很简单 有些人说 为什么买刀要实名制 这些是侵犯人权 不是 他买刀来砍人 对不对 那怎么算是侵犯人权 我现在记录了 总之有什么事就是你负责 对不对 对不对 SerenSerenSeren就说 香港出街要带身份证 其实带身份证 在有些地方来说 已经说是侵犯人权 因为那时候 我们这里的车牌 加了一张照片 其实已经有人骂了 他已经买了 说要侵犯人权 侵犯人权 为什么要把车牌 要有照片的 那样 你长期都是这样 什么人权都带了 多少少个个人资料 就说要侵犯人权 这个人权是至高无上的 标准是 他是神经病的 他还说 共产党对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人实施镇压政策 坦白说 你说他有镇压 我们为什么说他没有镇压呢 就是因为 维吾尔人是全中国都有的 事实上 他们也有牛羊肉食津贴的 他们生活过得比汉人好 其实我自己有新疆朋友 他说 其实真的没有这些侵犯人权 如果你说 有优待的都叫做侵犯 那就没办法了 优待了你都觉得是侵犯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就是现在 卡兵王又有这些恐怖分子 等于抗暴政策 现在我们会有机会说 今天 我不是想在圣诞节说这些东西 但是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时候要搏弃的 我们现在的部署 封台的危险 都要继续说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上是乱来的 他们现在是说 喂 那些僵犯人 很明显是恐怖分子 而且他们做过的坏事 根本上是庆祝难输的 你不要说他们是什么叉孤狼 其实不是 他们是有系统的 有些人 就专闲动一些人 不断说那些很极端的东西 有些猛兵就相信了 那些猛兵就自己 说我可以为安拉牺牲 我可以去 坐下他们 我可以坐下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这样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是整死很多其他人 不只是整死汉人的 这个问题是 他连自己 说真的 伊斯兰教内弟兄也整死了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 而且他们是怎么办 基本上是搞汽车炸弹集击 你说那些人是民主斗士 不就是 汽车炸弹集击 在我的角度来说 很肯定 这些人是罪犯 对不对 有时候真的是火都来的 现在当然 现在很夸张 现在西梅已经有立了一个新的标准 你反对他们暖叉不说 已经是散播假消息 你还说 多贤格 对不对 他还说 中国做这些外宣 很厉害 资源丰富 技能超高 这个是错的 技能超高是西方的媒体 造谣力量是最厉害的 是啊 真的离谱 他说 究竟是共产党搞 还是民族主义者 自己发起 我不知道 不过他们这些人继续散播假讯息 哪有假讯息 就是这么说 他爆出来有些东西是假的 说真的 现在这么说 这就是有些人搞外宣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拿出事实来说 大部分情况下是说事实 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相信 但是他们有时候 被人撿到手照 就是有些东西是假了 小小料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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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经常是假的 最大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搞出来 这样 是的 他们就是 还有现在他们说 有287个宣传 帮助中国宣传的频道 仍然在运作 他说 有人把这些数据发到YouTube之后 有部分就被删除 看来我们都高风险 但是我们说回事实出来 就是你现在说 新疆地区是不是真的有侵犯人权 如果你说没有的话 你已经是有可能被人封台了 其实就 那就很大事了 其实就 就是大事了 就是你不能够说对的说话 意思就是 我就真的很害怕 他要封杀所有反对声音 变相就是 就是这样说 那些东突分子去做的事情 实在是很可乎的 有很大部分 就是 现在他们就扮了受害者 上电视 往往都在那里哭了 但是 坦白说 被他们炸死的人的家属 很多到现在都是 到现在都是得不到 我自己的看法 应有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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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那班人 应该道歉的 那 这非就说 维吾尔族高考分数有有有有 这个我也知道 其实我们说过很多 对于少数民族 内地是很优惠的 就是你说 侵犯少数民族的人权 这个我就真的 想极都想不通的 就是他根本 这些是没有理由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你看到西方他们 就是 新疆那里 为什么会有加料呢 就是新疆 我们本来认为 那件事是玩完了的了 因为其实他没有其他议题 结果是 现在那些人又拿回来 好了 就是 有些人就传说 新疆是 马里兰州的 美国军事基地 就开发出来的 这些是不能说的 这些真是假消息 现在的源头是不知道的 那你要公道才可以的 所以有些人做外宣 结果被人收拾到手照 又是 就是 你是不是搞错了 究竟你们想怎么搞的 所以很难搞的 Wikey就说 西欧人权 经常被无限放大 我一个一个坏处 新闻报道罪犯时 罪犯不知道 国籍外形口音 基本上跟武宝一样 想提防一下也没办法 又好像新冠疫情 也无法追冲 因为涉及人权和私隱 其实又不是一个坏处 你不知道国籍外形口音 跟武宝一样 你知道在哪里 你不要去那里附近 其实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这些没办法了 Making Chan 说 几十年来 中国被说 讲大话 欺骗大国 西方又正义 有信用君子 真相原来是相反 现在继续说真话 就应该问题不大 我相信 其实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 在西方 现在他会标签了 所有 就是说是 中国官方有关的媒体 中国官媒 有个标签在那里 只要官媒 他不断做一些正面的讯息 我认为 不断做一些正面的讯息 只是说事实的话 其实 迟早会有公信力 我的看法就是 要不停地做 要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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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很谨慎的那条界线 就是你准复到 那个公信力出来 那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就是 朱铭鑫说 没用啦 只要西方 没得无条件入新疆调查 就会不断地 鸡蛋里挑骨头 那他们永远都会找到不足的地方 那 那 那个问题又不是的 你说彭帅那件事 你连续上去吧 彭帅的反应 和中国官方反应 完全跟着西方语言 反而造实了彭帅 被人性侵的事实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我也要说 彭帅那件事 你不可以说 国家是做得对的 某程度上 因为那些东西拖得太久 你明白吗 有一个时间性的 我们也建议过 让彭帅去接受西媒访问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快做 你不是现在 拖到这么久 拖到这么久 你去的时候 你就衰了 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个问题 早讲就可以了 是啊 你早点说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不是me too 是不是 我们连续线都帮你量了 其实那时候 因为它不是me too 它是有感情的 那你就去接受一个外媒访问 我之前说 别的就去了海峡时报 如果可以 你就找南华早报的去报 对不对 一样的 早点搞 是啊 早点搞 不要拖这么久 你拖到这么久 人家就肯定觉得你是有问题 所以才要拖 对不对 就是彭帅那件事 如果你是朱永生拿出来说 就是这么说 这件事就是 国家某程度上 搞烂了一件事 是搞烂了 最初想一件事 就是说跟奥祖伟的那个人 就是奥祖伟 奥祖伟 奥伟 奥伟会 奥伟会的那个人 很简单 你跟奥伟会谈完之后 其实你也知道他出事了 他因为马上就 你看到他是针对奥祖伟的那个人 或者是奥伟会的那个人 你看到他是这样的 那你马上就 应该快找个外媒 就访问彭帅 就是说真的 彭帅很快就可以澄清了他 不是被人性侵 他是跟他有感情瓜葛 那你说当然 如果你说有感情瓜葛 那不就更糟了 那我就会影响到一个 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没办法的 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都要为国牺牲的 明白吗 所以难搞就是这样 那就是深入波岛导人 层形上没有等领导人 这就是昂跋 这个就是问题 你批多久啊 怕什么呢 有时的东西 就会有点快 做媒体就是要快 对不对 对 做宣传就要快 只想要不要出错 不要差词 不要有差词的话 你讲的话就要最谨慎 站位置立场也是最谨慎 那你就慢 反而就不够快 我說跟巴赫譚說這招高,是高的,但結果是不夠的 那時候我們就提出要找個西梅,其實你可以聽聽的 我們就找個女西梅去訪問彭帥就行了 新加坡就對了,新加坡梅就對了 是,新加坡或者南華早報,當然他又要量一下哪一個 可能是南華早報,不是的,南華早報好像不對,派別不對數 跟誰對嘴的都要量一下,可能這樣弄錯 但其實問題就是你都控制不到主導權,這些問題太慢了 那麼慢的時候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能夠這樣說 Ban Ton說今晚網向直播十點半平安夜 是呀,許留山會在,我應該也可能會在 Billy巴拉就是挖你當真理最佳示範 沒有辦法,現在是這樣說的 他們現在是有力去這樣做 而且平台呢,你也要借他們的平台來宣傳 所以很難搞的 即是這樣說,疫苗錯誤信息那些 即是說復必泰無效那些 即是有些人是一早就這樣說的 其實我們當時都說,你這樣說是死定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有些人不斷說復必泰是沒有效的 科興就有效了 你這樣說整件事是不對數的 又說復必泰是很危險的 這個也是不行的 其實我們有些原則性的東西是會緊守的 即是你的事實一定要說出來 即是其實官媒都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有些自媒體是做不到的 問題就是這樣 但是你的國家的軟實力 其實就是自媒體加官媒打出來的 如果你的自媒體亂說的話 你基本上到最後都是削弱 整體的軟實力 就是這樣 謝菲說西方國家可以入新疆 可以作出他們需要的新聞 即是這樣說 如果全部東西是全程Live這樣播放的話 問題是不大的 但是始終還是擔心一件事 我知道國內是擔心什麼 就是有些人突然出來說 我要搶了麥克風 我要說這裡的真相 這裡是不給人權 其實你想想也知道 事實上是有這個風險 有些人是可以屈你回頭的 雖然沒有侵犯人權 就像我之前說的例子 可以屈警察打人 警察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就在地上大聲哭 他就說警察打人 是啊 剛剛 所以很難搞的 Oman Pushkar就說 聲援南京大屠殺老師的李田田 失蹤被關精神病院這件事 都是煲了整個星期才有官方公佈 外面又說神秘失蹤是中國日上 這件事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有些信息公佈是慢的 現在是適應不到現在這個社會 真是不夠煩 其實是不夠煩 其實是不夠煩 國內是OK的 國內大家都收貨 因為國內大家都有常識 你沒可能支持南京大屠殺 之前我都罵過人 對不對 你有沒有可能說 南京大屠殺死很少人 然後就說 新中國殺人比南京大屠殺更多 你也是瘋狂的 有些傻人在我們這樣留言 在我們視頻下 是啊 但你不是按卡的 你沒有殺殺的人更多 這樣類比 不就是這樣說 非正常死亡國家有統計 有統計的 這個是有些政策的失誤 導致死亡大家要承認 我自己也是這樣 很客觀地去看 但這些不是戰爭 不是侵略戰爭 做出來的死亡 是一些不合理的經濟政策造成的 對不對 當然有些人竟然要為不合理的經濟政策辯護 老實說 你不是這樣辯護 就是有道理的 是沒有用的 因為人家很簡單 你真的死了人 那些不合理的經濟政策 真的導致一些人的死亡 我講一些人其實都被人罵 因為不夠 不是一些人 是很多人的死亡 事實上是 而且國家有 國家是有吸取教訓的 因為層層瞞報之後 發現了 大躍進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問題是誰 如果現在有些人說 不是大躍進也很厲害 大哥 你不要這樣 你講這些話 就是害國家的 其實連國家都承認了這些事情是有問題的 三年困難時期是怎麼造成的 其實是有定論的 其實是 你說我有研究過 有個人在留言說 不要罵毛澤東 我心想 喂 有了 黨史可以拿出來的 大哥 你可以買的 那份東西 很便宜的 黨史 有時候真是很難搞的 有時候看起來都會生氣的 沒有辦法 這些是 那麼 Karling Wong 又是彭帥和王力宏 那些 都是男女感情糾紛 那絕對是 那麼 Tommy Chen 又沒有用的 上次中國 上次 有人說 中國好話 德國小女 德國小女 之後被明鏡周刊寫衰 這些要慢慢來 不是沒有用 就是這樣說 當然不是朝中樹晚戒板 我們都經常說 鐵軟實力 是很長的路來的 但是有些事情 是真的沒有用的 待會我們會錄一節節目說 就是有一個中國教授 就出來說 傲慢的英國 嘗到斧頭了 這樣 那我跟你說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出這些片是沒有用的 而且別人會覺得 人家英國 你為什麼說他嘗到斧頭 就是新冠疫情 很簡單 很簡單 你這樣笑人 就是幸在樂禍 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沒有所謂 我們這麼小的台 我們笑BNO祖國 搞錯 新冠搞到一堆屎 不是 你的教授是出名的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 我們這些 搞流吃地球的人 可以做 但是你的教授 就不可以說這些事情 是不是 教授說這些事情 類近官媒的事情 放出來 一定會被人插 其實就是 我們這些 九流流的人說 就沒有所謂的 真是 那麼 新冠寶島棍 就說明鏡 不是大紀元 明鏡 是德國的雜誌 應該是我的理解 明鏡周刊 有一個也是叫明鏡 好像看中國那類媒體 有兩個 我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 德國是有一個 德國有一份叫明鏡周刊 是很出名的 是 叫做The Mirror 它叫做The Spiegel 有一個叫明慰廠 漢中國 都好像有一個叫明鏡 我的看法就是 你說外門有沒有打過德國少女 我就真的沒有看到 如果你中文的明鏡 有沒有打過德國少女 我就可能覺得有 但是你說The Mirror 或者The Spiegel 那份文章有沒有打過德國少女 我就看不到 這個 我也要說回 那麼 七彩賴尿蝦就是 陰間雷鏡 陰間雷鏡我們會笑她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她的軟實力是強的 BBC 你要明白就是 就算 現在 在歐洲 那些人相信BBC 是多於信 德國之聲 法廣那些 其實是 你自己去看看 那些 媒體信任的指數 你就會知道 BBC是很厲害的 那個軟實力是停不了的 停不了的軟實力 停不了的軟實力 是啊 不是停不了的愛 不過停不了的愛 好像是三級片 Anyway 好了 Toricef明天有Live 不是沒有Live 你沒有聽頭段 我們說了 明天晚上六點 就會有Live 我跟台洋 晚上六點 但是早上 晨芒是沒有的 但是星期日 那天 晨芒是會有的 應該是在台洋下媽媽 但是不會有 正向下午茶 所以 節目大致上是如常的 謝菲和毛澤東都承認大躍進錯 沒錯 我終於聽到有芒友說這番話 覺得很欣慰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 他覺得一定要 一切都要捍衛 不是這樣捍衛 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捍衛 你要最先要知道自己不足 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裏 對吧 然後你才有底氣去捍衛 有些東西錯就錯 你要承認 不能押死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好了 現在 Toy Lance更正 就是說 那個 德國女生 就有 說是有 我自己 真的 我其實有留意這件事 但是我真的完全 沒有看到 可能她 那位少女就很關心自己的 情況 所以她真的會去看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看西方媒體 這些事情 但是我真的沒有看到 有人說要去捍衛 如果有評論 去捍衛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評論 去捍衛 其實這就沒辦法控制 評論的人 是評論的話 去捍衛 就對的 但是如果那份雜誌出了一個文章 或者出了一個報道 是一個事實性的報道去捍衛 那位大姐 我就真的看不見 這個 Anyway 但是這些軟實力的事情 是要慢慢捍衛 我們先說一下重點 就不是說 朝中樹晚界版 而且還有一些行為 說真的 是舔緊的 很認真地說 是舔緊的 所以希望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好了 那麼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也差不多了吧 是啊 好了 就這樣 拜拜